我觉得旅程真的是最好的锻炼 帮助我们谦卑 晓得自己的极限 晓得要倚靠神 然后对我们也是锻炼 帮助我们离开舒适安全区 进入这种完全不确定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心里是最柔软的 最容易被神塑造的 也是神就透过这种环境 让我们不会依靠自己 要懂得依靠它 因为真的是进到我们的镜头 那我还是认为说 我们碰到任何的困难跟挑战 真的是经历神的时机 也是美好见证的开始 其实就像他刚讲 我们在搬家坐飞机 然后又碰到这个事情 身体身心疲惫 然后焦虑 然后我的健康也不算特别好 我那个时候就发炎 淋巴肿大 然后坐在这个飞机上的时候 手脚麻木你知道吧 那回去就有点紧张嘛 对不对 那时候发炎发热 你熬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才能再坐回去 就很难受 然后就我这么在后机的时候 我感谢神 这可能是神 这应该是神的恩典 就有个老爷爷 就注意到我的状况不好 他也是旁边在后机的一个乘客 他就过来说你还好吗 用英文问我 然后我们就讲这个情况说 我们大概是身体发炎了 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 那我们也没办法 对不对 他马上就掏出抗生素 说来 就帮我熬过了最后一段 最长的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这样的恩典是你没有预料到的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学到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向神求 很多时候神他不会把难处挪走 但他会给你家庭帮助跟力量 然后让你 长出这个力量 能够走过去 以至于我们可以被扩展 所以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看有时候弟兄姐妹遇到难处 把这个难处挪走 挪走 我说 这个 可能不见得会 回应这样祷告 但是你说如果 主要给我力量 给我家庭帮助 给我能力 然后我们可以茁壮 我觉得这个机会大一点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到最后 一回到台湾 那个时候被遣返了 一回到台湾赶紧去看医生 对不对 然后医生一看 手脚麻痹 快点住院检查 很紧张 给我全身检查 我住了五天的院 从头到尾再检查 我那时候不晓得 他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我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手脚麻痹 这个是中风的前兆 很小心的 那个时候如果再加上这个 我们就不行了 对不对 透过这个事情 我住院了 就我一住院 我就发现 这妙了 我们亲戚们 包括我爷爷癌症 住三楼 我住六楼 然后我的姑丈 他好像一个什么 扇气 对 他开刀 然后他住什么 十二楼 我们 结果亲戚朋友们 来一趟医院看三个人 对不对 然后还是中秋节 人团圆 我们在医院团圆 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很搞笑 因为我们之前为了要 搬家移民 我们就是打包 又interview 我们忙着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 也没有机会 去跟所有的亲戚朋友 好好的说再见 知道吗 后来后来 赶着就出国了 这次好了 神给我们机会了 我们跟亲戚朋友们 他们来看 我还不用一个人去看 他们能流来 然后也亲戚一起都在医院里 那来的亲戚朋友就多了 然后后来我回头看 我才知道原来 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爷爷 那我后来移民 他不到一两年 他就过世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爷爷 如果没有因为这次的经历 被遣返 我没有办法见到我爷爷 最后一面 所以我觉得神的恩典 有时候你不能理解 也不能想象 都需要有事后之明 那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持守着一个信心说 神不犯错 神必有美意 我们就是要靠时间去 回头看去证明 就是哪一天 这个我看神美意的时候 我就送赞归给神 在那个之前 我们不要落入这个抱怨的口 不要落入这个撒旦 这个怀疑的陷阱 就开始说 加拿安地有什么好 埃及多好啊 我为什么不回头去 然后就开始 一点点信心不够 我们就开始摇摆 就开始怀疑神 就开始抱怨 这个是神不喜悦的 我们也看见这么多 被神拯救的人 踏上了进入迦南的道路 最后真的进入到 兴许之地的少之又少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路程上 信心不坚固 怀疑神 抱怨神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我们在旅途中 遇到这些难处不是坏事 也是一个指标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位置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极限 让我们看见自己多么于靠神 熬得过来的人 最后就会唱出信心 跟赞美的诗歌 把荣耀归给神 成为美好见证 熬不过来的人 就反途回埃及了 对不对 或者是 干脆倒闭在旷野 对不对 所以我们遇到 也许我们都会遇到困难 但我们的结局 很可能很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锻炼的机会 刚才师母特别提到 有一种祷告的方式 就是说要让神把困难挪走 我就想起了这个主耶稣 在科西玛尼园 当时面对着这个苦碑 他也这样祷告过 说神啊 如果你可以的话 就请把这个碑挪走 但是呢 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那后来师母补充这一点 我真的觉得 确确实实 神就是照着他的意思 虽然让这些苦难发生 但是也会照着他的意思 拆派天使来服侍你们 就像当年服侍主耶稣一样 是吧 有天使来为他加力量 然后呢 让你们能够度过这种种的难关 其实真的想起来 旅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憧憬说 哎呀旅行多好玩啊 去不同的地方啊 去不同的环境啊 我们好像有了一个新的 生活的这个 一个起点那样的感觉 但实际上 真的也给我们带来 好多好多的挑战 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这个才是锻炼我们要怎么样的 来依靠神 而且来顺服神 因为如果你们不顺服神 就啊那我回去了 我就不来了 哈哈哈哈 特别是师母他本来不想来 那这不是正好吗 所以有很多人曲解神的意思 就会这样说了 那就是说明神不让我来嘛 那不让我再去 跟我老公一起去 做学教室嘛 是吧 那很多人就是这样 跟着这条线来判断 其实神并不是这样 他的美意 是让你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 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挑战 然后来到加拿大 甚至现在在美国啊 可以来开拓 更宽的这个江野 来为主持诚 来为主征战 这个是我们所完全无法料到的 所以刚才二位的这个经历啊 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让我们知道 第一我们要顺服神 第二我们要相信 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 只不过当时我们不能理解罢了 第三呢 我们还是要知道 我们绝对不要曲解圣经 不要曲解神的意思 然后把神的意思 安在我们的那种私欲上 或者是我们的软弱上 然后来理解神 以至于把我们自己带入歧途啊 所以非常谢谢二位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分享 再一次的感谢 谢谢你们能够有这样的经历 也拿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 真是一点都不保留 谢谢你们 然后我们旅程上的故事 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讲 第141首 神指引我脚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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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